作者 俄氏老五 播讲 小编C 音水笑 第637章 道地 黄一青年报的名字莫无忌也有些熟悉的 这些他熟悉的几乎全都是九星天才 由此可见那些他不认识的也大都是九星天才 黄一青年足足报了将近二十个名字才停下 虽然一些没有被报到名字的宗门有些失落 不过对这黄一青年仍旧不敢有丝毫的不敬 感受到对自己的尊重之后 这黄一青年很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才说 本来这次寻找资质上家的弟子去太上天 是需要考核然后单独开一场选拔大会 但是因为诸神塔即将开启 所以为了节约时间考核就免了 我这次来诸神仙玉除了招收这些弟子之外 还有就是定制诸神塔的进入计划 所以也没有时间一个宗门一个宗门的跑 就借助此次苦成主的宴会顺便说一下这个消息 请今天来此的各位先友 将消息带给那些没来的宗门 告诉他们我们选拔的弟子 千万不要耽误了去太上天的时间 接下来 我还要和苦诸城主 欧古天地 协商一下诸神塔开启的事宜 就不耽搁大家相聚的时间了 到时候我会请苦成主送上我太上天 为各位准备的一些小小礼物 这黄仪青年要走 莫无忌心里反倒是松了口气 他听闻这黄仪青年是为了诸神塔而来 心中就在担忧 他怕自己拥有星空牌的事情给泄露了 尽管这件事情只有那个奈何知道 但谁能肯定奈何不会告诉别人 奈何现在就在天谦仙城 甚至就在这天谦仙池之中 苦诸城主也站出来对众人一抱拳 各位先友 这次是我代表天谦仙城邀请大家来此 但因为诸神塔的事情暂不能作陪 还请各位先友见谅 请大家放心 诸神塔势必 我苦诸必亲来此向各位致歉 同时送上太上天带来的礼物 最后 祝各位在天谦仙池过得愉快 苦诸是陪天上天的青史去谈事情 众人自是客气了一番 等到苦诸欧谷和黄仪青年再次离开之后 莫无忌就又听到了盖傲的声音 在他的耳边响起来 莫端师 不知可否有空啊 莫无忌见撒剑和逆举走开 便知现在不是杀此二人的最好时机 他必须得等了 当然有空 不知天地还有何自教 莫无忌必须心接受 莫无忌将自己心里的杀鸡隐秘了起来 盖傲则是微微一笑 你在这里不应该有杀鸡的 不说那个病书生不在 就算在 你杀了大剑道的人也是死路一条 莫无忌心头一灵 他发现自己似乎走进了一个死胡同 大剑道杀了他莫无忌应该没太大的事情 可一旦他动手杀了大剑道的人 恐怕又得亡命天涯 他一直以为大家都处于同一个水平线上 但被盖傲略微一点 他才恍然惊觉 他区区一个欺品单地的身份 和大剑道还远远不是一个水平 别看结交他的人很多 但一旦他与大剑道开战 估计没有出手相助的 能够看热闹不落井下石 已经算是好事情了 多谢天地提点 莫无忌记下了 莫无忌这回是真心实意地感谢了一句 盖傲是淡淡一笑 随我来吧 杨姨 你不是说找莫丹是有事情吗 见莫无忌和盖傲离开 莫先莫有些疑惑地问了一句 他自己也想询问一下 莫无忌到底来自何处 莫无忌和他是一个姓 他甚至怀疑莫无忌是不是他的本家 星阳看着莫无忌的背影笑了笑 本来我是想要将若月和莫无忌签在一起的 清若月闻言是惊叫了一声娘 他在此之前居然完全不知此事 他和莫无忌今天才是头回见面 头回见面就说这种事情 岂非荒唐透顶 清阳则是沉声说 若月 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个莫丹是 他的来历 我可十分清楚 他来自永阴仙玉 难道他是永阴仙玉飞升的修士 莫先莫疑惑地问 清阳吸了口气 于气更加钦佩地说 如果他只是飞升的修士 那我也不会如此看重 甚至调查他后面的情况 永阴仙玉的半仙玉 我相信你们都知道吧 那是永阴仙玉 自毁长城弄出来的一个垃圾东西 基本上 半仙玉的修士是没有机会来到仙界的 而这个莫无忌 他横渡了仙嵌 来到了永阴角 什么 就连清若月都震惊地看着清阳 他们作为清仙楼的人 对永阴仙嵌太清楚了 那地方 别说是玄仙了 大以仙进去都是九死一生 莫无忌到了半仙玉 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地仙 但哪怕是天仙又如何 这等十死无生之处 居然让他渡过来 他还是一个丹尸 一般来说 同等修为下 丹尸的战斗力是最低的 清阳点了点头 我说的都是真的 此人到了永阴角后 以天仙的实力杀过了金贤 在永阴仙渝 没有派出强者之前 他一直是一个强行的横渡仙嵌的修士 居然可以再永阴角称霸 这才过去多少时间 他就成长成了这个地步 甚至 有酌平安这种强者在他身边 假以时日 此子 岂是池中之物 若月 你虽然有九星自治 又是清仙楼七仙女之首 这莫无忌 倒也可以配得上你 你可别看他没有什么根基 也没有什么靠山 他的潜力 惊人 清若月也沉默下来 他知道娘亲说的都是真的 莫无忌没有根基 等于一个仙界的草根 一个草根 能凭借自己的力量 成长到现在的程度 这绝非是一般人能行的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那葛敖 估计打的是同样的主意 要为他的女儿葛飞燕找女婿呢 应该是想要将莫无忌 这个七品丹地 圈到他的六轮仙域去 清阳看着莫无忌 和盖敖消失的背影说 啊 那杨仪你怎么还让莫大师 就这样走了 莫先莫轻声问道 清阳则是微微一笑 此一时彼一时而已 若是若月没有被太上天选上的话 莫无忌是最好的选择 可现在不同了 若月即将去太上天 太上天有多少天才 和莫无忌这样的人还是有的 再加上莫无忌实在不知道收敛 唱着自己有才华 有些膨胀了 得罪的人也太多 这才短短时间 就得罪了 雷宗 文才 丹道先蒙 大欠道 可以肯定 这种人以后得罪的人 说不定更多 所以说他虽然有本事 也是双刃剑 若月既然有了更好的选择 还是抛掉为好 清若月秀眉微微一簇 对娘亲这种私利的计算手段 她有些不喜 不过随即就想明白了 她是要去太上天的人 可莫无忌将来 肯定不会在同一条线上 娘亲的选择也并没有什么错误 天剑先持一处停格之中 盖傲是以莫无忌坐下 一旁的盖飞燕 已经为二人端来了两杯仙灵酒 盖天底将我叫来此 可是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吗 莫无忌再次问道 在盖傲面前 他是半点自信也无 尽管大慌就站在他身后 可盖傲的实力太强 大慌也不是对手 你应该有些问题要问我吧 你可以先询问我 盖傲在喝了一口酒后 笑吟吟地说 莫无忌的确有许多问题 现在盖傲竟然开口 他也就不客气了 医保全说 盖天帝 那太上天到底是怎样一个存在 一个小小的青史兰 居然连天地也要失礼 听到莫无忌询问太上天 盖傲脸色凝重起来 他抬手便打出几道禁止 这才缓缓地说 无忌 你应该是从世俗界过来的吧 世俗界有帝王和臣子 那么照比我们来说 太上天就是帝王所在 我们这些都是他的臣子 南天门 玉皇大帝 莫无忌下意识地说 盖傲则微微皱眉 什么南天门 什么玉皇大帝 莫无忌连忙摆手 啊 是小子突然想起了 我所在的世俗界 有一个玉皇大帝 他所在的地方 入口叫做南天门 盖傲也为在意 他只是点点头 嗯 和你说的也大致不差吧 太上天的帝王 叫做道帝 听说他的实力 已经跨过了大先帝 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 我也算是一个大先帝 这么多年来纵横先界 却连触碰也无法触碰 道帝的层次 不但是我 就是先界 其余的先帝也都一样 别看我们在先界纵横 实际上 在道帝 紫长洛的面前 我们连楼仪都不如 莫无忌暗自吸一口冷气 先帝之强 他可太清楚了 轮踩大帝 一个指头都能捏死他 卓平安和轮踩的大战 他也清清楚楚 假如二人放开手段战斗 一招之间 便可让数个巨大县城 灰飞烟灭 而正是这样的手段 在道帝紫长洛面前 却连蝼蚁都不如 那道帝紫长洛又该有多厉害 那先界的各大天地 难道都是道帝人命的吗 那道不是 先界的各大天地 都是各凭本事 自己战斗夺来的 道帝不管这些 但一旦有人触碰到了 道帝的境界 恐怕 一道寒气 从莫无忌的心底升起 他忽然想到了 自己的不朽界 这一刻 他有一种 先界就是道帝的 小世界的感觉 而他呢 就被道帝 圈养在这小世界之中 不朽凡人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子和捏水笑 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 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